曾经由大百姓一而再再而三地离弃神 最后他们被神惩罚 被掳到巴比伦 而神并没有放弃他的子民 神说 以色列的民啊 我要再建立你 你就被建立 你必再以击鼓为美 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 从这章的经文中 我们看到神继续对着被掳的居民 描述以后他们将要被拯救 重新获得自由的景象 让失败的以色列人 可以从未来的应许中 得到如今等候神 投靠神的力量 并且让他们看到 曾经神的审判与惩罚 也是为了让他们可以在未来 更好地承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经文说 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 拆毁 毁坏 轻负 苦害 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 栽质 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亲爱的朋友 在我们一生当中 我们要学习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但是当我们犯错以后 我们也不要害怕 只要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回转 按照神的心意等候 曾经的惩罚 就会成为未来神建造我们的预备 愿神借着圣经上的话 来兼顾我们 梁智